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通了 但是里面我微微微的多次 但是没有人反应 没有人响应 还是继续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希望了 能跟他联系上了 然后那边就传来的比较微弱的声音 快报案 2008年10月30日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行政大队的办公室里一直联系不上丈夫的娄女士是这样说的 我打了三四次电话 都是响了就被挂了 然后我接着打电话 就接了电话 接电话的声音很小 我听不清楚是在讲什么 但是我能确定是我丈夫的声音 我马上打给他主任 主任马上就说 我来打个电话给他试试 正是因为这个细节才引起了警方足够的重视 去银行调查的侦察员发现 楼女士报案的前一天 也就是10月29日晚上11点多钟 曾医生的工资卡出现了情况 在南昌市高新区爱西湖附近的一个自动取款机上 有人分两次从中取走了6300元 因为取款机正面的摄像头损坏 只拍到了取款人侧面的影响 这个人呢 他是用这个棒球帽了 他进去的时候把头低得很低 感觉不让摄像头看到他的正面的那种样子 这个戴帽子的取钱人不仅在摄像头前 掩饰自己的体貌特征 而且行为举止很有刻意之处 什么东西把那个手指头包着 然后再去按密码按键 而且取了钱以后啊 也是基本上就是低得头 马上很起初的就走掉了 经过楼女士的辨认 戴帽子的取钱人并不是他的丈夫曾海涛 他为什么会拿着曾一声的卡来取钱呢 有没有听过他跟谁 有没有什么结合或结怨人的 那倒没有 我们从这间的关系都挺融洽的 工作也很尽质尽责的那种 你说他在外面什么 但我们怎么可能会了解 在医院里大家都反映 曾一声的工作很优秀 人际关系也很好 没什么问题 那么所谓的外面的事情还有哪些呢 警方又开始对曾一声的其他社会关系进行了解 与此同时 警方也在一遍一遍的拨打曾一声的电话 但是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系状态 根据楼女士的反应 她的丈夫是在29日下午2点左右出的门 开的是一辆车牌号为 干A T8366的三箱银色的四合轿车 但是当天医院的同事却没有看到曾一声来单位 警方借助安置在道路上的监控摄像头 找到了曾一声的电话 发现了曾先生的下午2点失去 5分以后 经过了我们这个延远大楼三千路口的这个探头 然后一直经过这个省委加油站 两千外滩 这几个探头都出现了他的车辆 根据监控系统显示的行车轨迹 曾一声开车先到了南昌县的进口厢 停留片刻之后 又返回了高兴区的爱西湖 一直停在那直到深夜 难道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出的事吗 随后警方想到了另外一个了解实时真相的办法 那就是查询曾一声的通话记录 看看在他开车离开家之后 倒停留在爱西湖 这长达十小时的时间里 有谁跟他联系过 就是发现他最后一个电话 应该是在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 他应该就从家里出来了以后 接了个电话 后面我们查了个 是个陈姓的女子 那个接电话的陈姓女子叫陈丽 是一名医药代表 据曾一声的同事讲 陈丽跟曾一声很熟 既然陈丽是曾一声失踪前最后联系过的人 那么他和那个戴帽子的取钱人 有什么关联呢 就在警方准备去找陈丽调查的时候 陈丽的家属却先找到了警方 他们说陈丽失踪了 陈丽的家属在这个陈丽失踪以后 他来报失踪 他是一种很自然的办法 陈丽失踪的时间 也就是曾一声失踪的时间 而且陈丽的手机也打不通了 陈丽的家庭住址 恰好在南昌县的进口箱 这让侦察员联想到 曾一声的车曾经在那里出现过 经过调查 确实有人在29日下午 看到过陈丽被一辆银色的轿车接走 侦察员随后来到了爱西湖边进行走访 找这个清洁工 他回忆说他说当天15点钟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我们描述的一台这样的车 当时车边上还有两个轮 一来一个女人问了一下特征 那个男的跟这个曾医生感觉有点像 当时他穿的衣服 跟他老婆提供的那个 跟他分手的时候的衣服 跟这种颜色也应该是比较符合的 侦察员判断 在爱西湖边 曾医生身边的那个女人 很有可能就是陈丽 那现在警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前一天 曾医生自己开着车从家里出来 和陈丽通了电话 然后他就开车来到了南昌县进口乡陈丽的家 把陈丽接上以后 两个人就去了爱西湖 在那一直待到了晚上 在这之后两个人就失踪了 那么现在来看呢 两个人的失踪很有可能是一起 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 那么警方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这两个人那天晚上从爱西湖离开之后 到底去了哪里 他们是怎么失踪的 毕竟两个大活人不可能凭空蒸发吧 于是南昌警方就在主要出入南昌的机场 火车站公路 还有长途汽车站 开始了仔细的摸牌 银三角收费站 是南昌市南段的重要交通卡口 在收费站的监控录像中 警方发现了一辆外形 与曾医生的车极其相似的轿车 他经过收费站的时间是30日凌晨的1点09分 因为他没有悬挂车牌 所以无法直接确定他就是曾医生的车 但是侦察员从画面中车辆的细部特征看出了问题 轿车虽然没有悬挂车牌 但是车的外部特征和美式都是一模一样的 侦察员几乎可以认定 这辆车就是曾医生的车 另外侦察员在监控录像中还发现了问题 他们发现坐在驾驶室前面的两个人居然都是男性 智光板它是打下来了 这是在做一个演示 从这里副驾驶来看 因为身体相对来讲 骨骼特征和体态特征应该不及为女性 还有一个问题警方判断 不但开车的是两个男性 而且车上还不止两个人 现在车辆过来等下他会压棒 压棒的话就会重量啊 胎型啊他什么都会测出来 看到没有 这里压五 轴线就是15轴的轴线就是这么多 然后车的总重就是15分多 警方了解到 曾医生的那辆车是2007年购买的福特福克斯三项轿车 这种车的自重是1.325吨 有了这个重量警方可以进一步进行判断 1.8吨这个卡口重量减去公车的这个重量1.4吨 多出0.4吨 我们有一个人的平均重量是120斤 120乘以一个6 假如说6个人的话 他就应该是720斤 那么也就是说车上除了曾医生和陈丽两人外 应该还有4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在初银三角收费站往南的方向继续寻找这辆载着6个人的车 很快在南昌市近前县梁家洞一带 一个车牌被盗的信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一辆别克凯越的车子听到我们辖区前后车牌被盗 觉得这个案件比较可疑 因为平时的被盗车辆车牌都是前后只有一块车牌被盗 像这种两块车牌被盗的情况比较少见 有了这个被盗车牌的信息 又有了曾医生叫车的具体模样 很快在距离被盗车牌地点东南方向20多公里处的 李温高速收费站又发现了嫌疑车辆 他挂的就是那辆丢失的别克车的车牌 他经过收费站的时间是30日的凌晨3点27分 银三角卡口的这个抓发图片 细部特征和我们这个3点27分这个车的细部特征是一样的 一个是纸巾盒的放置方位 二一个这个车标的这个部分 虽然这个车没有车牌 但是从我们这个天窗还有这个天线位置 特别是中间这个这个物品的一个这个装饰品的这个黄色斑点 和这个物品的黄色斑点 那么我们认定这两台车应该是同一台车 车还是那辆车 那么车里的人数是否有变化呢 侦察员调取了收费站的称重记录 经过对比 这辆车比银三角收费站的车重量轻了60多公斤 这个铃温高速的这个卡口的重量和这个我们银三角卡口的重量之间的这个物财 也符合减少一个人的重量 那么这种分析就是说 是不是有其他人员在这个上铃温高速之前就已经下了车了 仔细分析下去 侦察员发现了让人感到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正常的行驶速度之下 由银三角收费站到铃温高速收费站的车程 时间大约需要半小时 可是根据两个站点录像显示的时间 曾医生的这辆车居然走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在这两个多小时里 车上的重量少了60公斤 60公斤大概就是一个人的重量 车上还剩下了5个60公斤 如果这60公斤就是一个人 那么少了的这60公斤是谁呢 剩下的又是谁呢 侦察员继续在公路管理系统中 寻找这辆车的运行轨迹 汤孙高速收费站 南康国道收费站 信封105国道收费站 从化市彩虹潮收费站 这些都是从南昌往南 一直开向广东的行车轨迹 侦察员沿着车辆的轨迹 追踪到了广东的清远市 根据公路上所采集到的信息 再也没有找到这辆车的影子 据此 南昌警方推断 曾医生的那辆车就在清远市 没有出去 他们请求了当地警方协助调查 就在查找这辆车的时候 清远当地又发现了另一期失踪来 林老板的亲友告诉民警 林老板夫妻俩分别在上午和下午 被一个光头男子从店铺内开车接走 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电话也联系不上了 家里的人都感到非常不安 第二天就跑了来 林老板夫妻俩在清远市当地 经营了一家钢筋建材店铺 这里距离曾医生失踪的江西南昌市 大约是700多公里的距离 警方随后从林老板店铺内设置的监控器 调取了失踪当天的录像 11月2日下午5点26分 左边的监控画面显示 一辆银色的三箱福特轿车开了过来 右边的画面显示 一个光头的男子从车上下来了 店里的女老板好像是他等着那辆车 他看到那辆车停下之后就走进了店铺 随后那个光头男子也跟了进去 林老板的亲友们并不知道这个光头男子叫什么 但是知道他年约30岁 身高1米75左右 前额及头顶部位都没有头发 讲国语口音向江西人 但幸运的是林老板的亲友知道 这个光头老有个弟弟叫齐永辉 在清远市的青城区工作 通过这个齐永辉 警方立刻就掌握了这个光头老的真名 他叫齐玉国 齐玉国这三个字 让带队去清远办案的黄队长 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 当时黄队长就说 他对这个齐玉国并不陌生 1998当时我正好在八公里当中会长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办那个绑架 他就是主犯 上次也是出役后不久又重新转 所以他那次应该是判了13年吧 后面我们到那个他的监所去调查 我发现他提前出役了 警方注意到 齐玉国当时驾驶的那辆车 和曾义生的那辆车一模一样 会不会是同一辆车呢 如果是的话 就说明这个齐玉国 不但和林老板夫妻俩的失踪案有关联 同时也和曾义生成立的失踪案有了关联 根据此前警方对贩子嫌疑人数量的推测 除了齐玉国 在黄队长的心里 还出现了另外的两个影子 有两个与有 好像是关系还是比较密切 其中一个叫是叫敏胜魁 还有一个是叫敏建军 这是敏胜魁的假设证明 黄队长之所以这样推测 是因为他对这三个人之间的交往有所了解 这三个人在出狱之后经常聚在一起吃喝玩乐 而且那个敏建军 敏胜魁当年的案件性质与齐玉国非常接近 他们有可能在出狱后聚在一起继续作案 监控探头记录下的秘密 神秘车辆终于露出真身 这种比较沉重感 我就觉得这个案件的性质都已经加重了 案件破获又将揭示怎样的真相了 关于罪恶的沉重 今天说法继续播出 这个光头脑的身份警方已经确定了 但是曾医生开的那辆车 现在仍然没有找到 他在广东清远林老板的店铺前露了一脸之后就消失了 但是警方一丝一毫也没有放松对他的追踪 同样侦察员还是凭借公路上的监控录像 找到了他的踪迹 11月4号这一天 这辆车居然从广东又回到了江西 在江西赣州的一个地下停车场 警方找到了他 侦察员在车内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 但是发现了八处血迹 除了血迹别的任何痕迹没有 所以我们感觉这个车应该是有差事 经过处理了 作为犯罪嫌疑人 他为了逃避打击 侦察员把现场采集的血样 送回实验室进行DNA鉴定的同时 从停车场的监控录像里 找到了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影像 此后实验室的鉴定结论出来了 车内遗留的血迹 肯定就是邓医生的血迹 我们作为伴侣 我们也想想人家受害人的这种感受 我们在整个过程中 都是在宽慰这个受害人 当时看到那个血的时候 确实大家心里都 有一种比较沉重感 这个案件的性质可能都已经加重了 侦察员由此判断 三个犯罪嫌疑人不但涉嫌抢劫 杀人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大 他们做了案之后 轿车丢弃在了地下车库 随后又去了哪呢 在长途汽车站的监控录像里 又出现了他们的踪迹 调到了一个很酷是区域国的人 头发也不多 一个小光头让的 在长途汽车站 祺域国买了三张票 他们这是要去哪呢 很快 在南昌市郊的某一个自动区块机上 又出现了那个戴帽子的人 他就是警方最早发现的那个取钱人 也就是出现了地下车库的三个人之一 这个发现说明 这个发现说明 祺域国他们三人已经从外地回到了南昌 他们都非常正常 按部就班的这个生活 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可能背负血案 再生的这个凶残的犯罪协议 回到了南昌 祺域国他们三个人就要有自己的落脚点 很快警方就掌握了他们的行踪 当时祺域国是我们根据线索 他同朋友在那个 我们那个南昌一个新建县的那个 一个餐馆吃饭 指挥官呢就叫我们 还是先盯着这个人 等他们吃完饭 然后他们上车 当时有两男两女 上了那个祺域国 开着那个桑塔拉车 到了KD位门口 他们下车 一下子我们觉得那个 这个抓捕时机 那个是最好的 祺域国 敏胜奎 敏建军同时落网 警方当场从祺域国的车上 搜出了砍刀 麻绳 锄头等作案工具 同时还找到了曾医生和陈女士的证件 警方虽然抓到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但是之前收费战的称入数据显示 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四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警方立刻对着三名犯罪嫌疑人 进行了审讯 知道我已经听过犯罪嫌疑人 知道 什么事 你上海杀人 上海人有几个 有多 当时说出这几个字 我们当时都吓一跳 六个这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如果曾医生和陈丽是两个受害者 广东亲远的林老板夫妇也是两个受害者 那么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三个犯罪嫌疑人供述 他们一共作案三起 前后杀害了三队男女 第一队是南昌县的欧阳先生和万女士 他们也是被先枪劫 后杀害 出事的地点也是在安心的附近 第二队遭遇不测的 就是曾医生和陈女士了 关于曾医生的那个求救电话 当时曾医生和陈女士 被祈遇过他们劫持之后 把他们俩的电话都拆掉了电池 扔在了后座上 没想到双手被绑的曾医生 趁他们没注意装上了电池 接通了电话 他当时只说了快报案的三个字 就被他们发现了 电话终于被毁气 第三队遭遇不测的 就是清远开建材店的林老板夫妻俩了 奇遇国他们交代 其实他们当时还有第四个作案目标 那个人也是奇遇国认识的一个广东老板 不过当时那个广东老板的身边有人 没有机会下手 而那六个受害者先后被祈遇过他们杀害 遗体被他们扔在了异地偏僻的山区 随着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交代 案件过程中几个疑点第一被解开 首先那个戴帽子取钱人的身份 就是民间军 黎温收费站的称重数据 显示减少了六十公斤 那是因为他们在途中已经杀掉了曾医生 在哪里杀的 曾杀的 什么地方 他们为什么要从江西远赴广东 是因为广东还有两个他们抢劫的目标 他们认为在南昌两次作案 抢的钱太少了 这个卖钢筋的也是我认识听了吗 听了吗 靠面我把他在钢筋拿出来听了吗 这三级案件你们主公厂得多少钱 其实 一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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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人 他这是 你们要灭口 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你的话到哪个位置吗 哪里啊 根据三个犯罪嫌疑人的交代 他们还有一个同伙 名叫曾小金 这样一来 警方此前 关于犯罪嫌疑人 共有四人的判断 就有了答案 曾小金也是我们原来的运友 他说他也是犯了使唤 刚刚出来不久的 赶紧去抓他们 齐玉国交代 他们被抓的时候 曾小金应该就在KTV附近 本来是约好大家一起去唱歌的 可能是因为警方的抓捕行动 被曾小金发掘 趁机逃脱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三起六条命 所以这个人要往过 那我们是肯定要 尽最大的努力 一定要想办法 再逃的曾小金 立刻被南昌市警方 上报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将其列为 网上A级通缉再逃人员 我们这几年 最发也是警察不放 到过很多地方 像那个 湖南 广西 上海 我们都到过很多 很多很多线数 但是呢 这些线数呢 都后面都被我们一一排除了 不过我是这样认为 只要我们这个工作 一直坚持做下去 曾小金落网 也是早晚的一天 因为我们这些信息 收集的越多 对他来讲 我们就越 离他越接近了一步 在齐宇国他们三人 被抓捕后的三年 也就是2011年的 11月29日 南昌警方终于找到了 曾小金的下落 很快化名为贺某的曾小金 被深圳警方抓捕到岸 大的同事通知我 抓到了抓到了 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其实我觉得 作为个刑警来说 这个案子算 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算对受害者 对社会有个交代 目前曾小金 已经被南昌市人民检察院 批准逮捕 并将被提起公诉 那么齐宇国 敏建军 敏盛奎 也都被判处了死刑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 在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会对一个细节 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收费站的 那个称重数据 侦察员呢 正是根据这个数据 推断出了轿车内 犯罪嫌疑人的数量 那么在整个作案的 过程当中 虽然犯罪嫌疑人 企图逃避侦察 比如说他们消除指纹 乔装取钱 偷换车牌等等 但是呢 他们的行踪 一直掌控在警方的手里 这就说明 只要你犯了案 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虽然你会想方设法 逃避侦察 破坏现场 但是迟早会被先进的 行政技术所识破 那最后呢 我想引用一句 著名的行政专家 比仓意的一句话 作为结束语 他说科学犯案 明长处豪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